地图上看西施骑游湖像跳跃的海豚 从5号高速公路738号出口下来往西 先到马车溪上的行人桥 它是2010年兴建 其中280万美元经费是一个非零一粒组织捐赠 这座步行桥完工后 整座湖泊的环湖小径就完成了 它也是整个湖泊最美的一段 湖上特别清澈 湖边野花倒映水中 湖中小岛有一棵树 远处不时还有小船划过来 过桥后沿湖边人行道 两旁大树枝叶繁茂 为行人遮阴挡阳 野碗豆花及其他野花 肆意绽放 是当地民众最喜欢的散步大道 西施旗游湖有两万六千一米 站在停车长旁的湖边 远远可以看到对岸沙滩上有游乐设施 驱车绕过去 这里是最受欢迎的露营区 里面有商店 餐厅出售的釣鱼饵 还有船舶 倒汗沙滩 修行区的湖边沙滩 对面高高在上的沙斯塔山 完整的呈现眼前 雄伟壮观 白血腹 覆盖大部分山头 非常有形 可惜旁边一堆云遮住雪山一角 沙滩上有位摄影师安静地坐在那 耐心等候您才赶快飘走 沙滩上有个大椅子 坐在那 雪山刚好就在背后 是最佳摄影地点 大家不能错过的美景 纷纷坐上大椅子上 与雪山合一 享受湖边 幽质家庭时光 湖水里有许多水上气垫设备 它是水上气垫乐园 有许多年轻人最喜欢的水上运动 划船游泳 跳水 沙滩上有鸟儿漫步 和同开心追逐的鸟儿 还有色彩鲜艳的餐厅 外面搭了草棚 遮阳区 很有热带 南洋风味 湖区有许多山道 石河远足 黄湖走一圈 不同地段不同风貌 今年这度假村 荣获美国最受欢迎的 露营地区奖 因为它具有一切元素 有森林 有湖泊 能登山 能下水